大人哥一直很看好载版三雄 今天包含了像星星又在盘中大涨 而且创下历史新高 大人哥 接下来12月我们该怎么操作呢 好那就请看今天盘要解盘 欢迎收看忍者无敌 大家好我是诗卫 在我身边的是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诗卫好各位同学朋友大家好 要请大家在节目一开始 赶快先加入大人哥的Liat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每天早上的7点钟 最正宗最原版 最原汁原味的大人哥的Liat 还有Teregram的盘前解析 就会送上给大家了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而且加入Liat和Teregram 都是完全免费的 每天都一定可以收得到 大人哥的盘前解析 跟盘后解盘的影片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小老鼠DAREN888 而如果你现在正在看 我们的YouTube影片的话 请大家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方的留言是完全开放的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上面留言 来请教陈坤仁分析师 好 要不要紧张一下大人哥 最近台股量缩高档震荡整理 大人哥你怎么看呢 今天台股是小涨的11点 有点辛苦那11点 对啊 但我觉得控盘控的还蛮精准的 但我很关心的是 今天ABF载版三雄 星星又创下了历史的天价 而且在盘中大涨 另外一个比较让大家觉得惋惜的是 世新KY 我觉得他今年流年可能不太顺 要不要去算一下 第二次碰到小人了 第二次遇到了股价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下跌 好 世伟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因为其实刚刚世伟 点光明灯好了 已经帮大家破题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从这两档个股 开始跟大家谈起 因为这两档个股很重要 它代表着12月份非常重要的一个选股 甚至叫做是操作面应该注意的一些相关的细节 所以我们直接给大家看这两档个股的K线 这两档个股的状况 左边是星星 那右边的话是世新KY 左边的话你会看到星星是在前一阵子在创下的历史新高之后 就在那边去做高档的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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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还记得 然后右边的话我顺便讲一下 右边的话是世新KY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它也在同时创下了历史新高之后 然后却发现一件事情是创高的1300块 然后黑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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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昨天为止的话又是黑K 而且还是跌破了月线 跌破到大概1100块附近的时候 今天就直接跳空 然后跌停锁在986元 那左边的那个MBF的星星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右边的世新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 那如果还记得的话 其实这两档个股 或者说这两个产业方向 都是我这段时间不断跟大家提醒说 我看好看好再看好的 那我一点都不会避讳 我说我看好IP的部分 可是呢也常常跟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既然他们是一个叫做趋势成长股 趋势成长的族群 因为左边的世新KY 左边的星星它是ABF 那如果你有看我们前一阵子 分享给大家的节目 就是特别跟思伟去拍摄的就是ABF这个系列 大人跟玩股 大人跟玩股 这样的YouTube的频道 对 里面就有咯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有一些蛮多的 这边找到了 给我切一下 我们之前跟大家拍过很多很多专题 比方说像最近有一些准上市贵股这些专题 也都在我们的这个频道上面分享给大家 甚至我就直接把我赚钱的工具交给你 但是选股跟一些精准的买卖点的话真的是会员权益 那比方说像那个ABF 那你如果找到这边还记得的话 对啊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我到目前为止它依然看好 那甚至在那个前一阵子之后我也跟大家说过 有读有真相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赶快往下看一下日期 10月4号来这是10月4号的影片 所以我就说啊10月份的时候大人哥在录这支影片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记得吗 IP是谁涨是智元涨了百分之百 那ABF是谁涨是紧缩创下历史新高 同样时间来到12月又再次的有不一样的行情表现 好所以其实我这样讲 就是对的股票对的趋势都会在我节目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可是你必须要留意一些 比方说我就说一档股票它不会一直一直不断不断涨啊 就像10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全市场领先的 精准的带大家跟大家说太弱换墙 你把阳明换掉 因为那时候它在跌啊 然后把它换到3035的智元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它就是买下去之后 它就一路从100块 然后飙飙飙飙飙到200块 这样子一个月之内就翻了一倍 然后可是我在11月份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你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做所谓的太弱换墙了 因为行情在做反转 就是连弱势股都在去做反弹了 那你宁可就是短线上面涨多的个股的话 你稍微等它一下拉回之后 然后更好的买点啊 然后有一些弱势股的话 那你就不要再去做杀低了 因为他们已经在开始去走一个反弹的行情了 那你不如不妨你等到它的一些反弹之后 然后再去做一个换股操作 那个是我在11月份的时候是跟大家说明的 那接下来的话行情要到12月份了 然后我老师跟大家说 如果12月份的行情 或者12月份的操作的话 会远远比你10月和11月更难 我想坦白是这样子 或者是换句白话文 你会更需要一个好的分析师来带领力 因为真的会需要有更经验丰富的人 在前面帮你带路 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12月份的开始的时候 那这会是今年的年底 很重要的一个抢钱的行情 那12月份叫做是多头的趋势 多头走势是依然没有改变的 只是资金在现在目前的成交量 又回缩到大概接近3000亿左右 这样的量能的时候 那个资金会比较麻烦一些是 它就会朝向的两端去发展 或者是朝向一些特定族群去发展 那其中一种的话叫做是创高 然后但是要拉回手稳 去做整理之后的个股跟族群 那是其一 那另外一种的话叫做是 底部现行整理完毕转强向上 的这些相关的低期期的股票 那这是我们之前不断跟大家提醒到的 这个时间点我依然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 因为现在是11月底 然后接近12月的这个时间点 然后12月份你会开始听到一堆 一堆那种落后的人才跟你讲说 作诈行情作诈行情之类的 可是那个时间点的话 你如果真的在那个时间点 才去做所谓的进场布局 老实说有一点点晚 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找到一个更好的 精准的买卖点去做切入 才有机会 赚到12月份的所谓的作帐行情 的年底这种抢钱行情的部分 所以回来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我回来到ABF三雄好了 那如果你有看我们前几天的节目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ABF这个系列 真的是依然看好 而且前几天节目的时候 我都有用一个技术面的角度 跟大家分析说 什么样叫做是好 什么样叫做是最好 比方说景硕我依然看好它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它在创高拉回的时候 它就是比较像是一个整理 就必须要去做整理 可是它拉回量缩也都是好的现象 然后如果在这边有一个叫做首吻之后 我觉得这个买点也都很棒 这是景硕的部分 另外的话 3037的星星 南电我们先看一下 南电的话也是一样 它在创高然后拉回的过程之中的话 它叫做是量缩的 只是它的整理时间的话 也是大概就是一个多礼拜的这样的时间 然后看起来好像又要去做挑战历史新高了 可是这两党个股都还没有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星星3037今天创下历史新高 前几天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它的震荡整理或者是一个高档的高姿态 这样的一个整理的趋势的话 是更加明确的 因为你发现一件事情 它是整理的过程 它从11月开始整理 整理到这个接近12月份的时候 它根本就是没有回车月线 那没有回车月线叫超强 然后整理时间够久也叫超强 所以它就在这一次的整个代单之后 就在今天又再创下了历史新高 它是领先创下历史新高的 所以你如果看我们前几天节目的话 我这三雄的这个位阶的这样一个比较 或者这样一个现行的这样一个比较的话 其实我就会跟你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星星我最看好 那它今天就领先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这个也是我们最近跟大家说过的 就是趋势成长个股 然后股价在创高拉回 或者在整理过后 然后会有更低更便宜更好的买点 你这时间点去做切入 你就可以把握到下一波领涨的这样一个关键 所以这是ABF系列的这个部分 所以创高拉回 它是一个你可以等待拉回 手稳的买点这样一个部分的 另外几场个股快速跟大家带一下 我就要带那个IP了 今天跟大家带一下像这个2376的技嘉 也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我前天也跟大家说 我一样看好 就是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它跌到80块 根本是不合理的地方 但市场真的杀出来了 那就是减便宜 减股价超跌的买点 因为那个80跌破之后 跌到80之后回测一下到90 然后一路就这样上去 占上月线 占上季线 然后一路喷上来 然后到前高的时候 148块 我也跟大家说过 那明年就怎么样也是赚15块 就算是148块 已经是接近翻一倍这样行情的时候 它也是只是回到10倍本益比而已 不到10倍本益比 但是当然就在创高的过程之中的话 难免会有所谓的创高 就是短线上面超涨 或者说短线上面涨多了 一定会有人先去做获利了结 先去做下车 可是当然在下车的过程中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量又这样萎缩下来了 所以它就是每一次在趋势成长股 创下新高之后 拉回量缩之后 都会有更好更好的买点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就在这边 月线这附近来去做手稳这样一个现象了 那胜货是说 我们前几天也跟大家说过的 那个8069元泰 那这几天也有高档震荡的这样一个现象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三天涨了30%左右的元泰 我们就买好之后 然后莫名其妙 我们的凯基松山哥 凯基台北哥 就帮我们去把元泰这样拉上去 那我们也恭喜 我们现在目前的会员是获利续报的状态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一样讲说 这个时间点你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做 太过度的去做追高 因为你追高就很容易追在短线上面高点 可是拉回之后会有更好的买点 所以这些相关的个股的话 创高之后 你不妨等待拉回首稳之后的更好的买点 这是最近跟大家说过的 那最近有跟大家提醒过一个族群 就是像在航空的部分 那航空我依然看好他们 因为航空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 它也是一个叫做是 今年恐怕是它最坏的一年 可是接下来叫做是全球会解封 因为全球会开始走向一个就是 疫苗该打的都可以都打到了 然后那个覆盖率也都OK了 然后也都受到一些相关的控制了 那这个时间点接下来你会发现说 机票叫做一票难求 甚至它开多少你就得买多少 因为它就是一个有限的资源 大家都在抢疯狂在抢这个 未来因为未来开解封的时候 所以它在交代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像华航它也是一样 在创下了波段新高之后 几乎是不太整理 然后又再创高 然后那个常常行的话 稍微拉回一点点 但是你会发现说 这种都是拉回之后的买点 更好更漂亮的状况 所以趋势成长股 创高拉回首稳更好买点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 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但是问题来了 另外一个族群也是我依然看好的族群 可是我最近比较少讲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刚刚前面有说到的 比方说像是智原3035好了 那3035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你就是10月份交的是 几乎就是一买下去 然后就可以报一个大波段 可是11月份 我从来没有告诉你 叫你去做追高 如果你刚好有听我的重点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些短线上面涨多的个股的话 就难免要去做整理 要去做休息 所以智原你会发现说 在创高在219块的时候 到今天为止的话 已经跌了20%了 吐光光了耶 吐一半了啦 对应该翻倍之后 翻倍之后吐了20% 那其实还是有 如果你是买在100块 可看着我们节目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买的话 其实你这个时间点 你还赚了80% 你只是获利回吐而已 可是如果你是追在11月的人的话 看我节目才去追股票的人的话 你这个时间点已经先吐掉20% 这样子一个波段的跌幅了 那这是IP的部分 那IP我觉得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我依然看好 只是我也跟大家说明 叫做我在等待它的下一个更好的买点 那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力望 它就是一个100倍本益比的力望 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 其实也是领先去做下跌 那下跌的原因 我很老实说 前阵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叫做是 我宁可等它拉回的买点 那结果今天 似乎好像有一点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对啊 我刚刚在看世新KY的线图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人先知道了些什么 因为在它今天跌停板之前 已经是连续8天的下跌 8根的黑K了 但是新闻是今天才见报的 有关于就是它的可能潜在的 因为它没有正式的承认 但是这就是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 12家中国企业当中 可能有它的第二大客户 就是湖南的国客维电子 是 那因为刚刚思维帮大家讲到重点 所以我们直接开这个重点这张图 那我一直 老实说我真的一直很怀疑 但是今天不管是不是 我现在都是事后论了 可是如果你看那个线型来说的话 它叫做是已经早就已经跌给你看了 对啊 我觉得就是有人先知道啊 之前根本没有跌破到季线附近 然后今天的话就来回撤季线 那那个世新的话叫做是连续好几坑这样的 K棒K棒K棒这样下来 那今天的话你才看到这个国客维 是世新的第二大客户 然后那个据我们业界在那边去做估计的话 它大概占了世新KY的大概三成左右的营收的来源 所以今天就直接跳空点听锁死 那我这样讲好了 我前一阵子就跟大家说过了 那个时间点IP已经叫做是短线涨多了 所以我宁可先去做探货率了结 然后拉回手稳再来做承接 那这个其实就在我们节目里面去做一个提醒跟说明 那当然前置还有人要问我说 那个IP的一些趋势如何 我还是一样告诉你说 我IP我的趋势叫做是看好的 可是我没有要告诉你 那个精准的买卖点在哪里啊 因为每一次的精准的买卖点 都是我们自己会员的权益 所以我要让我们会员买到更好的点位 让我们会员能够 对爆更大波段的获利 这都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回来到那个世新你就会发现说 它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 我老实说 我希望世新把整个IP的族群拖下去 老实说我这样讲有点 对目前还有IP的人可能比较不好意思 但是拖下去之后 趋势成长的IP 会带来给我更好的买点 那我就带着我们会员再去做棚地进场布局 就好啦 所以这是我现在目前的一个对IP的一个想法 跟所谓的创高趋势成长股 拉回手稳的这样一个想法 分享给大家 今年4月的时候 世新KY才受到了飞腾 它的第一大客户的影响 当时股价是跌到了300多块 但是谁想得到今年都还没有过完 它马上就重新站上千金股了 但谁想得到第二波的海啸 也就是国亏委又再次的卷土重来 让世新KY的股价受到影响 后续如何不知道 但是唯一肯定的是 大人哥对于IP族群 不管是力旺 志源 世新KY 大人哥其实一直有始至终 都是看好的 所以记得咯 股价波荡的时候 我们不要接向下掉的刀子 但是等到未来他有机会 手稳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逢低布局 当然是跟着大人哥布局 是最安全的 好 接下来要请大人哥来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在盘中的焦点还有元宇宙 好 话说元宇宙我弄了一张梗图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 就是来点轻松的话题 来 这个 只要有心 等等都是元宇宙 老实说有点 我们all fashion的这种 大家看 就是有看过周星驰电影的人 才能够理解的梗 那因为其实今天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元宇宙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最第一波的宏达电拉 或者是说第一波的像是 5351的这种预创 最近看起来都很像是在这边 就做整理再整理了 可是第二波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哇塞 怎么大家都变成元宇宙了 那被点名的 几乎都是挡挡在喷 那像今天的话 3701的大众控 你应该说昨天也涨停 今天也涨停 昨天我没有讲 今天反正他创高了 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大众控他在做什么 他其实就是一般的电脑 然后他有切入到 什么车用的抬头显示器 然后抬头显示器就又号称要有什么 什么虚拟实境 然后结果他就这样子去做创高涨停了 那可是如果去看他的基本面来说的话 其实基本面 我很老实说 这边未必能够支撑的起来 他的所谓的基本面的这个部分 只是呢 这个时间点真的要是第四季 叫做多头的做梦行情 所以让这个元宇宙的题材 就在市场上面去做蔓延开来 那又扯到元宇宙的边的 然后有一些题材面的 就在这个时间点去轮流轮涨了 那可是呢我觉得还是回来到 我们一些操作面来说 那我比较喜欢的 还是选择一些就是 具有基本面的 然后甚或是说 真的能够看到趋势成长的 然后再附加着 所谓的元宇宙的题材 然后让他能够在 让他这个行情里面 就像是有点双引擎 或者说 那个基本面支撑 加上题材面 让他能够长得更多的 这样子这种个股 会是我选目前这个时间点 选股的方向 那我为什么要那个讲 讲那个好笑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今天最近这几天又发现说 怎么最近连那个ABF 他们也被扯到元宇宙去了 怎么会有相关 对啊 因为其实前一篇 前阵子有那个外资的报告 他说 因为其实什么什么 元宇宙应该说 ABF载版 会是元宇宙的 关键的零组件 不是说记忆体吗 记忆体也是啊 怎么样讲 网通也是啦 然后记忆体也是啦 高速传输也是 对是有讲到重点了 他就在讲所谓的高速传输 他就在讲那个AI 然后那个高速运算的这个部分 因为ABF他可以支持高速运算 这个就是这个载版的部分 因为需要这个高级的载版 支持AI 5G 然后高速运算这些相关的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ABF 把它扯进来 叫做是元宇宙 那无论如何 他就是一个题材性配合的 基本面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你说今天硬要扯所谓的 元宇宙让星星去做创高的 我也认同啦 因为他就真的是 就是那个有跟上的这一波 那个大家一起做梦的题材 可是如果真的所谓的 基本面的时候 我觉得依然看好 这些相关的族群 那当然还是要讲一下 那我要下一个小小的结论 好 没关系 只要你有心 人人都可以是元宇宙 就这个 只要你想要赚大钱 就请跟着大仁哥 谢谢囉 因为仁哥真的11月 11月的绩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 另外的话也跟大家快速说明一下 因为昨天开牌了6792的永夜 那今天的话 我觉得他一样 一样是在这个高档去做震荡 去做整理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波段 40%获利去报 那我也是 我就说 我要把那个最大波段把它转起来 所以这个时间点 永夜如果真的哪一天被 喊成是元宇宙的话 我一点都不会意外 因为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过了 元宇宙他就是 永夜他就是在做所谓的天线的 天线那个扯个 元宇宙一点都不为过吧 那我先在这边先给他喊 喊在最前面 那到时候他12月8号的时候 就是正式挂牌转上市 那接下来的话你就会看到说 投信搞不好 就会来去做永夜的那个进场布局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也是一样在我的那个大仁哥玩股 也拍过这个叫做是准上市贵个股 它的获利的模式这个 暴力股数略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我的YouTube频道 还没有订阅的话 也欢迎就是完全免费的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那有一些那个投资资讯的话 我也会在我的LINE跟Telegram那边 来去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这是永夜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那个6719的励志 你会发现说他今天又创高了 那今天的话来 你看这个6.34% 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 已经越来越切接近千金了 今天已经是827块了 那如果你有看我们之前节目的话 你会发现说其实大仁哥很早很早在580块 那附近就是他通过上市审议的那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我们就带着我们会员去做进场 我们买的更早 然后我们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两档个股都是40%获利续报 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这种个股的话 他也都是那种高角度的 创高之后拉回没有很深 我就觉得我很希望他能够再拉回一些 可是他就不太愿意去做拉回 就想要去做再去做挑战新高 甚至是到1000块那个位置了 所以这就是最近的行情 带给我们的一个操作的方向 创高的个股 然后拉回手稳的买点更好 但是他不一定会有拉回 那就是 那就只好你要么就再找下一档 因为最近真的是 一档可以接一档啊 那另外一种个股的话 今天没有时间讲 另外一种个股的话就是 我说资金朝两边嘛 那另外一种个股的话是 现行整理完毕转强的个股 那这种通常都是 位阶比较偏低的 然后基息比较偏低的 或者是错杀抄叠的 像是那个记忆体的族群 记忆体的族群 刚刚那个斯伟有讲到 像记忆体族群啊 或者像是被动元件族群啊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都是很棒的 这些切入的这个时间点喔 那比方说国具 哎来 国具被动元件 国具这个时间点 我还是一样看好他 因为这时间点 他只有不到500块 那明年怎么样 都是赚55块EPS啊 那就是不到十倍本益比的国具 然后华星客也是一样 他虽然好像这几天有点休息了 可是我一样看好他 我不会因为一档个股 他一天两天休息 我就说那个 就不敢去讲他 那因为他 我在讲一个趋势面的 可是精准买卖点的话 就是那个 我们会员自己知道 那一起跟着我们获利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就一档这个凯美 那国具集团的凯美厂 凯美就领先去做创高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在跟大家提醒的方向 因为很多很多 真的是便宜的好股票 在这个时间点 也刚开始要去做发动而已 所以真的12月要好好的那个 就是把握这个抢钱的行情了 好万八呢 有点静观情趣 在接近万八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关钱震荡 但是大家都要记得哦 震荡反而带来了好买点 而且震荡呢 反而让你有时间 赶快的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因为到下个礼拜呢 就已经12月了 剩下最后几天布局的时间 大人哥呢 要尽快的会诊 所有加入的会员 手中所有的资源 以及了解大家的持股状况 然后准备要开始来逢低布局了 尤其在12月一开始 我们就要马上叙事代发直直往前冲了 甚至可能不会到12月1号一开始 有可能会在11月底的这几天 一看行情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所以呢 非常欢迎大家呢 赶快把握一下最近这几天的时间了 台股今天小涨11点 小涨11点 但其实是在等大家 所以呢 欢迎大家呢 可以来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电话是 还记得我们昨天的戴小姐吗 戴小姐昨天手上有好几只好棒的股票 都是大人哥有讲过的 但只可惜都追高了 价位呢相对的是高点 但是如果你想跟着大人哥获利的话 真的要买在好买点逢低布局 才能够赚到大波段 请大家可以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800668085 或者是在Lite上面 留下你的姓名跟手机 会是由大人哥亲自的来回复你 亲自的来跟你接洽了解 有关于入会的相关事宜 让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货费赚回来 还要更更的大赚一大笔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也非常地谢谢陈坤然分析师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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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